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著喬 我們今天跟Yahoo TV合作 要介紹最適合夏天的江之電影唷 GO 第一站我們就從蓮艙站出發吧 一天的開始當然要有元氣啦 帶大家來Beefone Dimension吃早餐 現在電視音Sophie很出名 這香蕉應該有加糖煮過 所以吃起來熱熱的有酸味 吃完早餐補滿元氣之後 我們來到Komachito裡逛逛吧 這好商店界有很多蓮艙有名的小吃 跟手工運品有機會一定要來看看 我們來買買看蓮艙大人氣的熱狗 買好囉 它這個香腸裡面有起司耶 吃起來好香濃 然後豬肉味相當的濃厚 配上它的芥末非常的搭 來吧 蓮艙這邊的寺廟很多 像我們剛剛的商店街走到底就是 二崗八帆宮 要省錢玩香蘭的好方法就是 買江之電影一日捐票 600塊 極樂四站 現在到了極樂四站 蓮艙五到八月的時候 來玩最棒的時間 而且這邊離東京很近 只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現在到了成就院 來大家上去看看美景吧 先要穿過這個長長的階梯往上走 再上成就院就看到無敵海景 這邊六月的時候也有秀雪花可以看 去往下走吧 往長谷站的路上 會經過這家很有名的麵包店 叫Café Rechete 它這個咖啡店的後篇圖 超有意料 我們現在走到長谷站 要去七里之冰看海景 吃中餐囉 大家這樣之間的時候 就可以看看海景 我們現在到了Pacific Driving Pacific Driving因為經理著海灘 所以內容的外帶都很不錯喔 在Pacific Driving這邊吃完飯之後 可以下來沙灘走走散步 換完七里冰 我們去江之島吧 去江之島玩之前 我們先在Diego Café 喝個下午茶吧 走吧 我們上去江之島 這場商店街有很多特色小物跟土場 江之島的咖啡冰淇淋 在這條商店街有買烤的海鮮串 接下來往上爬去看神社 如果腳成不好的人 可以隨著搭店 提上江之島 票全區域360塊之兵 我們現在到了邊京宮 來求個好運 至高點的平台看還最棒了 我們走到這邊已經快到夕陽時刻了 好漂亮啊 來到江之島這邊有一大片的海岸 可以讓你盡情地欣賞海景跟夕陽 離開江之島已經晚上了 我們現在要去富士沙瓦吃晚餐吧 我們現在到騰車站 這邊是最終站 搭乘接駁車可以到湘南基賽 這邊是以書店為主的複合式商店 比起戴冠山的斯泰亞 比較不會弄的人際 在吃飯之前可以來這邊逛逛 聽到晚餐 我們就來吃斯泰亞裡面的 來吃斯泰亞裡面的 來吃斯泰亞裡面的 這家Leipzig餐廳的概念呢 是使用天然的食材沒有過多的調味 並且希望你跟你的家人或朋友 可以在這邊享有一個舒適用餐的空間 這個是炸蘆筍的家 應該是塔塔家 炸了 因為它裡面的蘆筍啊 水分還是非常充分 吃起來也是蠻鮮甜的 香蘭第一美味的 它的波娜很辣 味道非常的香濃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麵是因為 它的麵是煮的 麵芯的中間啊 還有一點點硬 這種義大利麵的煮法是我最喜歡的 今天的薑汁店一日遊 就在斯泰亞做結尾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包博 我是我們 大家下次見 掰掰 Yahuuu